50万的豪车,100万的房子,你们可能都拥有过 但这一小片就卖200块的火腿,你们绝对不敢天天吃 这种火腿名为伊利比亚生火腿 它为何能卖那么高的价格,还让吃货们趋之若鹜 而它又是怎么制作的? 这是因为用来制作火腿的猪肉 不仅要求是纯种率在75%以上伊比利亚黑猪 而且它们吃的还要比人好 这里是位于西班牙中西部的一处橡树林 每年的10月份左右 哈森就会将圈养的伊比利亚黑猪赶到这片广阔的橡树林中 让它们以橡果为主食,每每每地吃上几个月 面对这些诱人的美食,黑猪也不负所托 在历经4个多月的放养中,每天都会进食10公斤左右的橡果 为什么要给这些伊比利亚猪吃那么好的食物? 因为伊比利亚猪长时间吃这些橡果 主要有这两个好处 一就是能让它们的体重快速增加 增加的重量约是放养前的50% 二就是能让它们的肉质富含独特的橡果风味 根据猪群喂养方式的不同 伊比利亚生活腿可划分为三个等级 哈森这一猪群就是最高等级 因为其猪群是100%喂食橡果 除了猪肉的特殊之外 繁琐耗时的制作工艺 也是伊比利亚生活腿能卖出天价的关键所在 首先 工人要用锋利的小刀把猪后腿肉上那层多余的脂肪 一点点地剔除干净 然后把它们放在0-5摄氏度的储藏间内 再用天然的粗海盐覆盖10-15天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? 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就是让火腿当中的水分缓慢有序地挥发 二就是能够抑制有害细菌的滋生 三就是充分激发出肉质中的橡果风味 之后 用冷水将火腿表面的盐分清洗干净 再把它们转移到干燥通风的储藏室中 在这里 火腿会被悬挂在半空中 自然风干6-9个月 在这个风干期间 对于室内的湿度把控 它们不会借助任何的技术设备 诠释技术人员凭借多年的制作经验 和对当地环境的准确预判 来确保火腿的风干品质 经过200多天的风干工序后 火腿的表面开始逐渐形成一层漂亮的油花 重量也比原来的生火腿轻了40%左右 随后 工人会将它们转移到恒温的地窖中 让它们就像成年的葡萄酒一样 在这里待上三至五个年头 时间到了之后 专业的评检师会对这些火腿进行抽样鉴定 然后根据火腿的口感 以及肉质纹理等特点 给出不同的出售价格 其中最贵的一根 可卖到30万的天价 可能你们会说 那我买最便宜的那根不就好了吗 也不是不行 但即使是最差的那根火腿 价格也是三万起 所以伊利比亚生火腿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品尝得起 可能有人会咬咬牙 想品尝一下 但这样薄薄的一片 就要你花两百块块 你还忍心吗 还不如出去吃个火锅来的实在 最后 你们觉得 花两百块 吃这一薄薄的一片值吗 一片值得起来 如果那些没错 可以尝试它